作者蔡兆琦先生 一生热爱太极拳 十三岁习武 十七岁陈女 武学先少林后太极 二十二岁师臣郑曼琴先生 二十七岁匡三观 三十九岁练就太极临空计 作者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提到 当今地球上 不仅是中国人 连外国人也都风靡着太极拳 然而却由于很多人 没有走对猎拳之路 以致练不出太极进来 而无法展现出太极拳 武功上的价值 这是因为当今大部分 当老师的人 以及教人老师的人 都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 这个毛病就是 传授学取的权论 心解与割掘等 虽然都是真传 但是打起拳套推起手 就很少合乎权论 心解与割掘 于是就有随意胡乱解释 权论心解与割掘的现象发生 蔡兆琦先生因为不忍心中国人 所创始的这么伟大的功夫 如今却已经到了连中国人 都有很多后辈 不能把他的伟大 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地步 蔡兆琦先生觉得 应该尽一份心血来维护他 看是不是还有可能 使他的本来面目得以恢复 因此写下了这部剧作 我所认识的太极拳 本书共分为七个章节 第一章 腰围轴来学吃亏 第二章 松能听尽以怎话 第三章 绵绵贴随到堪打 第四章 一路松沉淫尽来 第五章 浑然气静变周深 第六章 提拳用到静随发 第七章 静发凌空路上摇 本书内容包括太极拳套 推手 拳经的解释 太极拳的传承 即蔡兆琦先生 跟随郑曼清先生 学武的点点滴滴 并且揭露了张三丰主师 太极拳谱的原貌等等 任何一个热爱太极拳的人 光是看到这七个章节的标题 就可以明确感受到 这如果不是有真功夫的人 是写不出来的 北京多位太极拳名家 在阅读本书之后 一致认为 这是他们平身所见过 最高规格的 有关太极拳的著作 曾经有幸见过 蔡兆琦先生发尽的人 无不震撼于太极拳的威力 他不是养生操 他也不是假太极拳大师 那么的不堪一几 他绝对是可以对敌的真实功夫 这部书的内容是 蔡兆琦大师的切身体验 如果仔细阅读 相信 必能成为热爱太极拳之人的宝典 在这里向大家推荐